自票房口被双丰收的夏洛特烦恼之后 又一部由开心马化团队打造的喜剧电影修修了铁拳 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尽管又是一部爆笑的喜剧 但拍摄电影过程当中 仅为主演可是吃了不少苦 这位艾伦变身拳击手又结实又训练 那边搭档玛丽也一点都不轻松 当天现场导演就跟媒体爆料称 为了让电影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玛丽在片场就算生病也坚持不用替身 其中有一场水下戏 也让不会游泳的她连着拍了快二十条 最后直接给呛哭了 真的太难了 因为当我一下水的时候 这个耳朵一次还有嘴巴 全部往里边的水 然后我们两个人还要讲究这个拍镜头的肥银 然后她手里面还拉着两个 一顿要沉下去 当时是有点恐惧的 但是一出来之后看了回放 当再看到片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个时候什么都会值得的 丁确 只有为一部戏真正努力不出过 那么最后的成果才会是有价值的